磨砂消光質感 雙側黃金導角設計 正當以為品牌沒有手機之時 國產品牌HTC再度推出新機 搭載7Gen3處理器 採用臺積電Snap製程 保留三點五耳機孔 拍照上有亮點 新機擁有兩顆五千萬畫素的鏡頭 而且在拍照的功能導入AI 可以自己辨別人物或是場景 AI相機可以針對收視 給出愛心或慶賀符號 使用最佳合拍功能 在大合照時 可以選取最滿意的表情 人像修復 讓NG照如獲重生 曾經是安卓陣營的事戰前三 品牌這幾年 手機沒有積海戰術 特別鎖定中階市場 主要就是要將產品多狡猾 宏達電衝刺元宇宙發展 導造VR跟MR旗艦一體機 戴上去就能進入虛擬世界 除了能日常生活 辦公 還結合藝術 不過股價依舊在四十五元上下徘徊 沒放棄手機 背後有原因 雖然是中階手機 但也可以跟他過去推出 vive的裝置 去做一個搭配 等於是搭配起來之後 可以把手機內容投影到VR裝置裡面 然後去當成一個家庭軍營來做使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些產品雖然個別來看 都是一個獨立裝置 但事實上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生態點的一個概念 昔日手機霸主 宏達電曾經找來鋼鐵人 吳岳天代言救世戰 如今轉型音樂宇宙 要打造整個生態圈 也讓品牌再一次挑戰華麗轉身 小營宇宙 張天祥 方天祥 正好報導